大家好,我是乔首女工编织坊的店主 我们今天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习这一款单色圈织鞋口的棉鞋的编织方法 这款鞋子目前我就织了四个颜色 然后我们这款鞋子所要用到的材料 我这边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是毛线 毛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一个 现在是用的这个直接打好团的 这一团是二两 大家如果买回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直接绕好的 这个是二两的 然后这个线的话是粗线 直接回去单骨质就可以了 是这种粗的毛线 然后里面含有蚝牛绒 羊毛和情人三种成分 所以因为它里面含有羊毛的成分 大家看一下 所以拿到手的时候 上面就会有一层层的小符毛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羊毛的都是这样子的 像我们平常买的那个羊毛衫一样的 它上面都会有一层小符毛 你看我们这个织好的 其实毛毛也不是特别多 你看就大概上面一层小符毛 这样子的 就这样啊 你看 织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毛线 这个回去的时候是用单骨质的 直接就一根线质就行了 然后除了毛线 还有主要用到的有海绵 海绵的话是我们家这一款 紫红色绒布 然后外面是 这一块是大红色的 然后里面是这个紫红色绒布的这种 短绒的啊 不是那种长绒 看一下 就这种短绒的 不是这种长绒的 这个海绵的厚度的话 是在1.1公分左右啊 1.1公分 可能会比这个厚度要稍微再薄一点 因为这个海绵在切割的时候 它机器有可能切的时候稍微有点偏薄 也有可能比这个稍微再厚一点点 切的时候它有时候机器 就是平均下来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匀称 大概都在1.1公分左右 这一双是绵写的啊 绵写的 然后收到的时候 应该正常收到的时候 是这样连着的 然后一只左脚一只右脚 这个是海绵啊 这个海绵的韧性很好的 很柔软 大家回去织的时候 织好的时候就像 我这个上面这个一样的啊 你看织出来 鞋型很好的 织出来鞋型很好 然后这个是海绵 还有鞋底 鞋底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 就是我们家这一款橡胶鞋底 这个鞋底不是泡沫的啊 是橡胶的 鞋底的话柔软性也很好 你在翻鞋的时候 可以直接这样子 直接这样对责就可以了 它不会说怕断啊 或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橡胶的是柔软性很好的啊 可以就是直接这样折 大家有之前有客户回去反应 因为我们这个是橡胶的鞋底 不是泡沫的 所以如果你买回去的时候 这个鞋底可能会有一点点橡胶的气味 你拿出来把它散散就可以了 把它鞋子像这样 鞋子上好了 到冬天穿的时候 你穿在脚上也不会有说 你穿在脚上也不可能会说 闻到那种橡胶的气味 这是不会的啊 而且这个气味也没有关系 如果收到时候有气味也没有关系 这个气味是没有 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啊 这个是鞋底 然后还有用到的针 因为我们这款是用粗线织的 粗线织的话用针的话 我们就用的是这个三燕的 三燕的十二号之针 三燕的十二号之针 这个比十一号的要细一点啊 比十二号的要细一点 上面就是说 这款鞋子所要用到的材料 下面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编织 我们下车了一个小时的转发 我们下车的转发